PS5如何关机?如何查看电量?如何返回主屏幕? 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三个小经验 对第一次购买使用PS5的同学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关注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用PS5的时候 非常关心的问题 而且遇到坎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 怎么查看手柄电量 方法是先按PS键 在这个屏幕上 下面有一行小图标 倒数第三个 叫周边设备 显示的是手柄1 现在是三格电量 这就是这个手柄的电量 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何查看手柄电量?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关机? 同样是按PS键 还是最下面这一行小图标 最后一个是关机 然后按X键 选择进入待机模式 还是关闭PS5 还是重启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是我们在进行游戏的时候 怎么退回到主界面? 在以前PS4里面 我们直接按PS键 它就能退回到主界面 但是在PS5里面 是不能退回到主界面的 它会变成这样一个层幕 后面背景还是游戏 前面会多出很多个大方块的图标 第一次用的时候会很费解 那怎么退回到PS5的主界面呢? 再按一下就回游戏了 再按一下还是这样的 那怎么退回去呢? 就是在这个界面 在玩游戏的时候 按一下PS键 来到这个界面 然后点一下下键 方向键的下 默认应该是第一个 叫主屏幕 这个图标很小啊 刚开始用PS5的时候 可能不太习惯 然后再按这个X键 就退回到了主屏幕 我们重新再试一次 选择进游戏 这是游戏的画面 然后按PS键 然后点下 或者是方向键的下也可以 默认是主屏幕 然后点击X键 这样就退回到主屏幕了 这三个问题 虽然是小问题 但是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算是大问题 主要是对这个PS5的主界面 下面这行小图标 这小图标太小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阿柴 我们下次见